环境污染的方式多种多样,诸如塑料垃圾、温室气体和废水等,然而人们通常忽视了一种同样会对我们的生存环境和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影响的污染形式——光污染。 光污染也被称为光害,是由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人造光的过渡现象,接着灯光、居住和商业建筑的照明,以及车辆灯光等人造光源共同形成了围绕城市的拱形光运,我们称之为天光。 从亚洲来看,光污染已经非常严重了,无论是东亚还是中亚还是西亚南亚,只要经济稍微好一些的城市,基本上都被人造光给打得很亮很亮。 特别是中国的长三角、珠三角、台湾西部、北部、韩国、日本大部分。 可是我们很少去关注这些,人们经常会觉得哪里的夜景最好,哪里就意味着很发达,哪里灯火通明,哪里就意味着机遇和未来。 中国大陆这些年基础建设非常迅速,特别是城市景观、量化工程,做得相当激进。 基本上各大城市都有自己的CBD,也都用各种灯光来装饰城市大楼,甚至还喜欢用激光照射到天上,借此带来炫目感。 台湾在高速发展的年代,也给大楼装饰一番,如今形成了一些城市景观,还是不错的。 但进入2000年以后,这些都不是主流了,他们已经意识到一些光污染的危机了,所以主张向下发展,而不是向上。 例如,前些年我们宣传中听到的台北一些天文博物馆积极倡导更加负责任的照明实践活动。 他们鼓励个人或企业使用更节能的照明,并将灯光合理利用,减少对他人的影响。 2020年的时候还记得吗?台北市曾经发起过黑暗天空倡议,旨在通过鼓励使用节能照明,减少不必要的照明,和促进负责任的照明实践减少城市的光污染。 台北是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是一座不业之城,拥有繁华的街道和充满活力的夜生活,是台湾最大的城市,发展得也非常快。 特别是台北的101摩天大楼占据天际线高达508米,其独特的设计使其成为台北著名的地标。 该塔有突出的灯光显示,它会根据场合一天中的时间或季节变化。 其他著名地标包括拥有宏伟的白色建筑和有传统特色建筑的国立中正纪念堂。 然而,由于台北遭受严重的光污染,这种壮观的城市景观是有代价的,来自城市的过多光线使得夜空中看星星变得很困难,并且对野生动物和人类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根据台北天文馆的一项研究,台北夜空的亮度大约是自然夜空的20倍。 当然,我们要知道,台北光污染的主要原因是该城市人口密度高,城市人口众多,对公共场所和住宅区的照明都有很高的需求。 台北也有充满活力的夜生活文化,许多餐厅、酒吧和俱乐部营业至深夜,让街道灯火通明。 此外,这座城市拥有蓬勃发展的科技产业,许多公司的办公室整夜都是亮着灯的,加剧了整体的光污染。 人们以前对人造光有一定的争论,你不就是灯光太亮,影响观测自然夜空吗? 说对身体健康有直接影响,你给我证明来看一下,难道城市不发展,城市夜景不迷人, 不需要更多的旅游收入,不需要夜生活,很明显利大于弊。 台湾人口密度相当大,中国如此,日本、美国、印度都是如此, 所以讨论这些光污染基本都跟实际脱节的。 光污染坏处短期内是无法体现出来的,跟经济发展、人们的需求相比不值得一提。 实际上,这些观点,小周认为都是对光污染的认识不足。 台湾有很多网站、空间协会做了一些科普,有兴趣的了解一下。 当然,小周给大家初步总结一下,就这么几点。 第一个,就是公共照明对行人和行车的影响比较大, 炫光刺激影响安全。 第二个,就是一些不该有的光对人体的免疫系统有影响。 比如说,太阳下山后,我们的身体进入微光环境, 就会自然地分泌一种叫做褪黑色素的激素。 褪黑色素源自大脑中的松果体, 有助于增加疲劳感,调节睡眠周期, 其分泌高峰期出现在凌晨时分。 然而,即使有较低程度的光污染, 也能遏止人体内褪黑色素的分泌, 这可能会导致睡眠紊乱, 进而影响免疫系统并干扰人体对压力的反应。 第三个,就是对其他生物、植物的生存有一定影响, 特别是一些光照, 特别是对一些光照比较敏感的植物和动物。 台湾除了台北都市区,台中、高雄都市区, 也要注意一些。 这些光污染在台湾还不属于严重的, 最严重的是中国的长三角、珠三角。 长三角的上海、苏州、无锡杭州、南京等城市灯光, 基本上都是连起来的。 珠三角也形成了一大片区域, 从世界方面来看, 美国、欧洲光污染也相当严重, 跟亚洲相比, 亚洲有一个国家比较特别, 那就是印度了。 印度整体经济不算发达, 但整个印度光污染相当平均, 这让人非常好奇。 中国的光污染还是跟经济发展的程度相关的, 东部沿海城市相对光污染严重, 西部较好一些, 而印度为何是全国都是亮的呢? 印度全国都被点亮,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密度了。 印度的人口密度为380人每平方公里, 中国虽然比印度人口更多, 但是地理面积几乎是印度的三倍, 中国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40人左右,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夜间全境没有那么亮的原因之一, 当然还跟地形有关系。 对比美国应该也是同样道理, 美国的东部比西部亮的多就是如此, 美国西部的海岸线还是有不少灯光的, 这跟城市发展有关系。 从上面的中印两国的人口分布热图来看, 这人口分布图与NASA发布的夜间亮度对比是非常一致的, 人口聚集多的地方亮度就高一些。 人口聚集会因地理原因和经济原因迁徙, 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农业的发展和水源。 印度全境的水源比中国分布的更为均匀, 而中国西部是水源匮乏地区, 西南是因为山区制约经济发展, 东南方向水资源比较丰富, 因此不仅仅是近海洋发展导致人口聚集在东部地区, 而从历史来看, 中国东部地区聚集的人口都比西部要多得多, 印度在三个世纪发展较为迟缓, 本世纪初展现出强势的尽头, 印度目前的人口分布比较均衡, 这给了印度一个更好的发展的客观条件。 中国近30年的发展是一个人口大迁徙的过程, 而印度似乎不需要这些。 印度不光是光污染最严重的国家, 他们的很多城市污染也是全世界最厉害的。 从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来看, 几乎印度霸榜, 这跟经济发展阶段, 环保意识和生活习惯, 政策等等相关。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小周,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